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说过,人类只探索了海洋的5% 那关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人类又了解多少? 你有没有想过地底有多深? 人类能不能去到地球最深处? 如果人类决定挖一个有史以来最深的洞 那么我们能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科技挖多深呢? 让我们随便从一块空地开始往下挖吧 地下两米,是一般棺木下葬的深度 地下三米,是奥运标准的泳池深度 接着来到地下四米,第十八位埃及法老土桃门卡的墓碑就埋在这个深度 再往下,地下六米,这是金属探测器所能探测到的深度 地下十二米,是尼罗厄的地洞 这也是我们能找到动物所挖的最深的洞穴 地下十八米,是北京的地下城的深度 这是一座85平方千米的大型地下防空公式 现在已经关闭整修 再往下,地下二十米 这差不多是巴黎地下墓穴的所在地 有超过六百万人安息于此处 地下四十米,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的深度 如果我们将水池里的水排干,并从上面跳下去 需要三秒钟,人才会撞到地面 这个泳池主要是面向潜水耳耗者 地下一百米,一般是各国政府 于埋藏他们核武器垃圾的位置 继续往下,一百二十二米 一颗位于南非的无花果树境能到达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能看见的最深的植物根界 要是挂在空中,能有四十层楼这么高 再下降到两百米 这个深度有着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站 位于朝鲜的平壤 地下二百二十二米 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河流 非洲的钢果河的所在深度 地下两百四十米 有一条世界上最深的铁路隧道 清寒隧道 这条隧道连接了日本的本州和北海道 地下两百八十七米 还有一条世界上最深的公路隧道 在挪威 地下三百九十二米 我们来到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深的手挖水井 这就是英国的武丁迪恩水井 这口井于一八六二年完工